整個民眾黨 整個國民黨 包括蔣萬安 這整個事情 整個過人的事情 夾夾搗亂 這怎麼很好玩 台灣的政治看一看 大家都無沙沙飛機 還有鳳台要來 到底高宏安 7月24號如果剛好颱風來 那一天會不會宣判 大家都在問 然後接下來 這個基隆市的整個選情會怎麼樣 罷免選情會怎麼樣 冠田 其實剛才 部長你講的一連串的事件 特別是講到台北市 我們是很痛心 因為之前兩個小朋友 就是在台北市讀幼兒園 那他剛才說他要負責任 他要這個扛起責任來 扛什麼責任 他做了什麼 從凱凱案 內湖的這個多起虐童案 然後到這個私立的幼兒 在性的幼兒園的性侵案 然後到這個女童接受 家裡還遭到猥亵 都多少次了 他負起什麼責任來 我是沒有看到 什麼東西都可以包裝 勇氣不能包裝 你如果有勇氣的話 你自己站出來 馬上第一時間行政作為就做了 不然我們為什麼要選市長 我叫局長做 叫客員做就好了 根本不需要一個市長 你沒有辦法扛起任何的責任 所以才會有一連串的事件 因為你要避免所有的責任 所以說你不管講什麼話 都是無關痛癢的話 聽起來都很得體 但做起來一件一件的都馬上就出來了 這就是你的行政能力 你之所以可以這樣一次一次的選 你就是在做太平觀 但是現在的社會不會讓你有做太平觀的機會了 每天都會有新的考驗出來 你在臺北市現在遇到的問題 你要怎麼解釋 然後說要修法 但你修完法的時候 緩可以記集嗎 再加上現在國會的亂象 修什麼法 你們的優先法案跟這些有關嗎 完全無關 你們在講你們所謂的國會改革 就是擴權 所以你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邊的時候 你憑什麼跟我說 你在找這一些你們黨內的立法委 一起來討論 人家後來在推特上面都有講 他們後來找的是我們的洪議員 因為他們不相信你們了 已經對國民黨的整個市議員也好 到市政府也好 整個執政的團隊 跟他們在問政的團隊 都不相信了 是一個大叉叉 所以見為之助 看到臺北市是這樣 基隆市是這樣 其實這都是一連串的骨牌效應 就是說國民黨儘管現在在在野 我們從來沒有看到一個在野黨 可以引火自焚到這種程度 這是第一次 之前國民黨不管再怎麼誇張 不會這樣子一連串激起民憤 特別是跟小朋友有關的 當然是會 你自己都是家長 每一個人都是家長 所以這跟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關係 我們一直在講說公托要怎麼樣 私有要怎麼樣 你連最基本的安全把關都 把關不好的話 你叫我們怎麼信任你 所以我剛才一部長講到說 我們怎麼看基隆 其實對於罷免 我們一直都本黨的立場都很清楚 就是說這不是我們民主基督黨 去推動的 都是在民間上面一步一步的上來的 如果你當初你不去那個net 不去在那邊硬闖 如果你選擇的是降低衝突的做法 那你今天就不會走到這一程度 那你們的所有的政治人物 不斷就是把衝突升高 又沒有辦法用行政的方式 來去告訴大家說 你有實證的能力 那結論上面我自己是覺得 我對謝國良講 他看起來這樣是很不樂觀 你要可以讓我看